好 带你来看到天气了 这个周末就是国庆廉价 原本的秋老虎好天气呢 周三起因为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 东半部温度下滑 转凉 水气也会增加 国庆日当天还会有一波的东北季风 预计安排廉价 要到华东出游的民众 记得要攜带雨具了 原本的秋老虎好天气 周三起水着东北季风增强 气温下滑 水气增加 气象局提醒 国庆廉价天气三大重点 东北季风接续 北东多雨 沿海风势大 第一波东北季风在国庆前的周三至周六 为华东带来适量的天气形态 从5号 6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整个都是送到高压的影响 然后10号 11号的时候 高压会影响更多一点点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来看这一周的温度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从5号一直到11号 可以看到在花莲 大概都是一个阴或是多阴时阴或是阴雨的一个情形 然后温度大概也不会太高了 从今天的温度高温大概会从30度 一路开始慢慢往下滑滑到高温 大概到11号的时候 大概高温到26度而已 然后低温大概都到24到22之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温度就算蛮舒适的 但是早出晚归的可能还是要加一件 不外套会比较不会那么冷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一周就在国庆年假的时候 大概花年的天气大概都是一个阴雨 凉爽然后比较潮湿的一个天气 第二波东北季风将是国庆日10号周一开始 北部东北部气温在降 各地早晚更凉 整体气温偏干风势强 有计划安排国庆年假花冬出游的民众 留意天气变化 事代保外套和雨具 记者长邦彦华连续报导